三倍券上路之后 超商跟邮局都可以领取 但是嘉义六角箱 有一间便利商店 因为早上一场大雨 招牌还有铁皮屋顶 整个坍塌下来 不过民众还是不怕危险 照样钻进店里 就是要领取三倍券 便利商店的招牌倾斜 连铁皮屋顶也整个坍塌 工人不停赶工抢修 但是店面都已经塌成这样 民众还是不停往里钻 原来是要领振兴三倍券 我要来换三倍券 然后就看到这样了 应该是早上下雨下太大 然后它可能排水太慢 它成这样不会担心 还进去下汇 现场都已经架起婴架 门口也被堵住 民众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嘉义六角箱这间便利商店 因为16号早上的一场大雨 招牌断裂 铁皮屋顶也被扯下来 现在暂停营业 暂停营业 我们要整些一下 对外宣称暂停营业 但是三倍券的魅力无法挡 民众还是继续走进店里 就算屋子都塌下来了 也要赶快领到三倍券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